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教我媳婦煮食物? 沒有,媳婦是職業婦女 如果她不一定要我有什麼提點 我都不會自己走過去說 你要煮什麼給我兒子吃 或者你們要煮什麼,我不喜歡這樣 一家一煮,由她自己發揮 不管他們的 不管 有沒有煮什麼補品給她吃 可能快點有小朋友 你可以不孫 我自己也不吃補品,我怎麼吹菊她 沒有啊,完全沒有 有得她們自己想 生不生小朋友 我都說最好笑 當時我生了一個大女兒,劉德楠 第二個BB嫲的時候 我就問劉方剛 如果這個都是女兒,那怎麼辦 生到兒子為止 她說要傳宗接代 但是現在得男得正都不要生小朋友 他們完全沒有說要生BB 所以小朋友那些東西 完全不到你說 你以為她們會跟你傳宗接代 原來她喜歡養貓、養狗都不養兒子 你沒有這個思想 沒有啊 沒有啊 很簡單的 最重要是開開心心見面 是的,而且即使 弟弟有她自己的 一家一主的東西 她自己的東西 我不會勉強她們 多久之後就不管她們做 沒有啊 我回到香港拍攝的時候 我也是值這個機會 最小徐紹平已經十二歲 我也是值這個機會 等她們獨立的 我之前呢 TVB一直都有找我回來拍攝的 那樣我husband就說 如果那些弟弟八歲之前 你就不要想了 那樣 結果我後來拍攝 《廟家媽兄弟》 就徐紹平已經十二歲了 那我走了 我就說 你們照顧爸爸的飲食 即是你們要幫忙 做一下家庭世務 那是你們成長 是的 自己的房間自己收拾 那樣 捨得嗎 沒有啊 不捨得的 弟弟始終都會大 他有自己的世界 有很多媽媽的兒子 有很多媽媽的兒子 有很多兒子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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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都沒有 我經常都覺得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不需要太過緊張 也不需要她跟你的步伐去走